女人想自行堕胎拿掉肚里的孩子 她准备一条橡胶管 接着端上一盆热水 静止走入浴室 关上浴室门的那一刹那 她的心意已决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并不打算再要接下来的这个孩子 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本应该最亲密的丈夫 她站在窗前 深吸一口气 终于可以结束这一切了 女人的血迹点点滴落在地毯上 她感受到了身体的疼痛在蔓延 忍不住站立起来 她捂着肚子 本来整洁如新的致富裙上 过去血迹在不断地扩大 女人就这样呆立在窗前 什么也不做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不出所料 女人被送进了医院 她的男人在急救室外面 垂胸顿足 痛苦流涕 她懊悔自己没有对女人好一些 曾经那么多的争吵 导致了她们渐渐疏远 直到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听到女人和孩子都没有保住 男人再也忍不住情绪的煎熬 在街道上急速奔跑起来 企图忘掉这份深入骨髓的痛苦 人生若只如初见 如果爱情可以定格在最开始就好了 男人和女人相识于一次派对 二人四目相对 相见恨晚 聊着自己的爱好与梦想 女人渴望成为一名演员 她从来都向往光鲜亮丽的事物 二人在暖色的灯光下跳舞 从简单接触到食指相扣 二人的心扉也逐渐敞开 休比特的剑发挥作用 她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情侣并结婚 这天 男人来剧场看女人演出 女人在做演员的道路上不大成功 因为表演不够好 受到了观众质疑 她正在后台的梳妆台前抹眼泪 但男人是个直男 不太会讲好听的话安慰或鼓励她 女人的心情更加低落 拒绝掉演出结束后的聚会 男人不理解 只是小卓两杯的事 顺便还可以缓解情绪 没想到女人态度坚决 谁也不想见 男人尴尬笑笑 哄她回家 回家路上 女人只想一个人静静 不愿意再听更多的废话 但男人不识脸色 一个劲地讲着自己如何理解她 支持她 女人忍受不了叨叨不停地嘈杂 从车中夺门而出 男人紧跟其后 就要把她逼得喘不过气 女人破口大骂 你可真体贴啊 男人感到不可理喻 疯狂输出难听的话语 女人更是猛戳她的痛点 直呼她是个自欺欺人的可怜小男孩 算什么男人 面对女人蹬鼻子上脸 男人忍无可忍 轮圆了拳头就要打她 但拳头却落在了旁边的车上 她并没有忍心真的打她 却打疼了自己的手 一场吵架结束 矛盾却没解开 后面有更多歇斯底里的争吵 男人心中有了隔阂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她与一个年轻的女同事 发展了一段办公室恋情 男人主动邀请女同事来共进午餐 并趁这个机会 大方施展起自己的魅力 自己熟练的工作能力 还有丰富的人生经历 女同事借着微醺也飘飘然 不自觉与男人更进一步 那一晚 他们成长了很多 女人却在家中为她准备好了生日蛋糕 迎接她和孩子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男人被眼前的一幕所感动 她的心中就是要回归家庭 看着女人已经安顿好的新家 男人悠然而生一种愧疚 女人兴高采烈地和她说 不如搬家去巴黎生活 原来几天前 女人在整理房间时翻到了旧相册 看到年轻时的男人在埃菲尔铁塔下 显得光彩照人 青春无限 她想到与男人出见时 男人独独提及了巴黎的好 那是一个流连忘返的地方 但是 如今已到中年的男人不再心动 听闻女人这一建议 她觉得非常不切实际 自己的工作 人脉 房子都在美国 怎么可能说走就走 女人却表示她可以承担一切 情人眼里出西施 她认为男人是个被掩埋的精子 去巴黎就是要让她发光发亮 不会一直被庸碌的工作所消磨下去 男人知道女人是为了自己好 于是欣然同意了 自从二人打定主意 生活似乎都有了盼头 变得不那么频繁枯燥 女人办理好所有的手续 男人则在工作中一扫原有的倒霉 侃侃而谈 他们在房子前的草坪上你弄我弄 和孩子们畅谈未来 他们的感情似乎和好如初 更深从前了 闲暇时 他们也会和房东一家聚会 这天 房东的儿子与他们在森林中散步 他患有精神病 却是个数学天才 总会说些抬杠的话让大家尴尬 但是在听到男人一家要去巴黎时 说了一番醍醐灌顶的话 去巴黎的计划像是照进虚无生活的一道光 幻想的确是幻想 但人终究应该直面绝望与现实 这是一种宝贵的勇气 这让男人和女人有了动力 如果追求幻想是一种疯狂 那么自己也甘愿当一对疯子 就在二人满怀期待实现幻想时 阻碍却接踵而至 男人在愁眉不展的工作上迎来了转机 他能够去到更大的公司继续做销售 机不可施 事不再来 男人心中虽然惦记着巴黎 但是这样一块香波波实在诱人 他的内心有了一丝动摇 回到家中 女人又告诉了他更大的消息 那就是他怀孕了 男人自然很高兴 但女人对生孩子有极大的顾虑 这意味着去巴黎的计划就要停滞 忧心忡忡的女人悄悄背下堕胎管 却被男人意外发现 作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女人竟然如此狠心 男人开始大声质问起他 责怪他的不负责 女人却更是激愤 他们曾经说好的巴黎呢 男人根本就没有那么渴望巴黎 所谓向往的生活不过是个幌子 用来自欺欺人罢了 他们在对骂中刺痛对方 却又一次次第蜷缩 从此以后 去巴黎是只属于女人一人的幻想 就这样 男人在原地安居乐业 升职加薪 希望一切越来越好 带着女人去和邻居夫妇聚会 邻居夫妇相对平凡且安分 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对于他们曾经要去巴黎的计划 感到不可思议 如今听男人说移除了计划 也表示赞同 女人却对此感到失望 她无法融入聚会的欢乐氛围 男人便邀请邻居夫人一起跳舞 女人和邻居丈夫倾诉起来 与丈夫的种种裂痕 她像是被困在原地打转的球鸟 无法前进 也无法安定 邻居丈夫却安慰她 他们二人依旧是羡煞旁人的眷侣 这样的安慰聊胜于无 二人跳起舞来 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夜晚 然而更大的矛盾正在酝酿 男人似乎搭错了筋 以为坦言自己有办公室恋情 就可以用真诚换回女人的心 让她更在乎自己 不过女人以水泥封心 不再为男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她淡然且感到莫名其妙 反问男人是要以此来激怒她 还是让她嫉妒呢 看着如此冷漠的女人 男人的不满被勾起 直到房东儿子来家中 她在二人耳边添油加醋 指责着他们的胆小与自私 因为放弃了去巴黎的计划 这对待在原地夫妇显得那么可笑 男人怒不可遏 把房东儿子赶了出去 但女人也好不到哪去 她对男人极度抗拒 表示如果她再碰她一下 女人就会立即放声尖叫 男人还想着哄哄她 没想到 高声大叫 那样的尖叫似乎冲破了生活的囚禁 男人像被点燃了一般 开始轻轻抱起 指着女人破口大骂 她是个如何自私 可恶 没良心的东西 既然这么讨厌彼此 为什么还要结婚 为什么还要住在一起 为什么还要生孩子 男人吼出了婚姻中的残酷真相 女人昂着头 男人希望她立即离开自己 不出所料 女人跑出了家 来到树林中希望让自己独处 远离那个充满了争吵与裂痕的家 男人却紧紧尾随着她 这一切都让女人感到恶心 如果生命可以在这一刻结束该多好 不过这一刻的绝望 女人深深埋在了心底 只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男人来到客厅 发现昨日她发火时乱砸的东西 都已经收拾妥当 整洁如新 屋子中的一切就像是刚刚搬入的新房 男人感到一丝诡异 这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显得那么安静而恐怖 女人围着围裙在做早餐 询问她想吃点什么 男人有点不知所措 随意回答了一下 女人准备好早餐 二人却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种客气和疏离 但昨日的争吵丽丽在目 男人感到困惑 她在出门前问女人 她难道不恨她了吗 女人神情中透着悲戏 达到不会恨她 临别前 女人像往常一样帮她整理好领带 仿佛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如此告别 就在这一天 女人做出了自己堕胎的决定 并且因为失血过多 在送到医院之后就不治身亡 男人在得知消息后失望狂奔 也带着两个孩子搬离了原来的房子 这一切都被房东太太看在眼里 她向丈夫吐槽着这对夫妇 小两口本身是极好的 但二人的不和让这栋房子变得扭曲 但新来入住的小情侣很恩爱 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可悲 丈夫非常淡然地望着太太 也许是多年的婚姻 让她学会了接受不完美 她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是悄悄把耳边的助听器关的小声 也许婚姻的尽头就是忍耐 女人可以一直一厢情愿地诉说 男人则需要充耳不闻 不必说一句话 以维持婚姻的泥沼 据说 夫妻会逐渐失去听到对方声音的能力 也许夫妻只有适当将对方屏蔽 才能够有足够舒适的空间各自安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想走的路 它象征着浪漫 美好 自由 只要想一想就能让人心生向往 年轻时哪怕头泼血流也要闯出来一条路 但在被现实生活消磨后 理想的模样已渐渐模糊 相如以沫也不再存在 只剩下婚姻的一地鸡毛 那样一条理想的道路是否存在 到底应该怎样抵达 或许只有坚持走到的人才知晓 但理想从来不会只存在事与远方中 与其像男人一样 每一次努力地靠近 都难以真正亲近心爱之缘 不如看清现状 才能不在婚姻的围城中打转 真正看到空虚之外的光芒 但课三 织统沙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